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韩联社9月28日报道 针对韩国江源道路军某部一名士兵 在阵地作业结束后返回营地途中 重弹身亡一事 死者家属表示 据不接受军方被附近靶场的榴弹击中造成死亡的解释 28日 死者A某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只要想到死去的儿子 就无法接受军方推卸责任的说法 如果军方不能进行公正合理的调查 将拒绝将此因不明的儿子下葬A某的家属表示 射击场周围没有安装铁丝网 事发的人属于射击范围内 A某当时没有说到任何阻拦就从射击场附近经过 明显是射击场管理不善 对此 韩国军方表示 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射击场是十分安全的A某作为士兵 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就随意从射击场前方的战术道路经过 不排除其自身疏忽造成死亡的可能 军方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验尸 所以在没有确认事故发生的原因前不能盲目道歉 另一方面韩国防长宋勇武当天表示 对于本次士兵死亡案件 国防部调查本部将马上展开特别调查 实习编译赵亚南神稿李婷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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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